新興科技有好多種 香港人最關心的話題都離不開金融和房屋 Fintech金融科技相信大家就聽得多了 而香港亦都做得不錯 其實又有沒有一些和地產相關的科技? 當然有 未就是地產科技Proptech 即是Property加Technology 凡指所有關於樓宇、房屋、物業本理等等的軟件系統、硬件設備 總之可以改善物業發展的創新科技和方案 都可以視為Proptech 即是上網有VR體盤那些 找樓網站都算 現在主流的Proptech技術 都以用戶體驗和透過自動化提升工作效率為先 解決很多靠人手處理的不足 Proptech的範圍的確很闊 不單止上網找樓 在物業裏不論是住宅或商業大廈 只要配合IoT物聯網設備 裝上各類的感應器 用來探測溫度、濕度、空氣質素、保安和漏水等等 然後將收集到的數據上傳去到平台分析 繼而作出自動調節 就可以令環境變得更好、管理更容易 搖身一變成為智能大廈 都是現在流行的地產科技 近年Proptech市場發展蓬勃 就連科技公司Cisco、C4都有針對Proptech的解決方案 Cisco的方案可以將IT通訊系統和智能建築系統 甚至和現有的ERP系統整合在同一個網絡 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又可以免去安裝 保養和升級多個不同專用網絡的成本 協助流域在整個生命周期中 降低營運開支、加強資產管理等等 透過開放式標準網絡 可以加強流域系統之間的連接能力 確保提供即時數據存取和共享 藉著數據改善流域系統控制、監控和提供報告 有利對分散式房產組合集中管理 Cisco還有一項最新的Open Rooming技術 都納入在Proptech領域 利用簡化和無縫的連接體驗 一方面讓用戶享用更加的數碼服務 另一方面比場地營運商減少技術支援的人手 還可以透過數據了解用戶行為 對推廣制定未來發展策略都很有幫助 以商場為例 只要參與Open Rooming計劃 配合Cisco DNA Spaces基建環境 可以透過會員應用程式 讓消費者做一次登入網絡確認 之後這位消費者每次來到 智能電話都會自動連接商場內的無線網絡 不單止很方便地用到場內的數碼服務 甚至可以儲存消費積分 自動轉換積分為泊車優惠等等 利用自動化服務加強會員忠誠度 其實地產領域很大 PropTech都是一樣 而PropTech的目標就是令到傳統地產行業 走向數碼化 享受數碼科技帶來的好處 小姐夫人 分配合Cisco 可減車 分配合Cisco 廣告